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海绵爱生活 说到挖掘机哪家强 还要问广大的网友了 平时我们看到的挖掘机有着巨大的爪子 玉山开山 玉河过河 今天小编要和大家介绍的是世界上最大的挖掘机 它是由德国科略博公司研制的世界最大轮斗挖掘机 起名比格尔288 比格尔288总长度达240米 它的高度达到90多米 体积比一般的航母都要大 它的重量也是让人不可小觑 重量高达4.5万吨 这外表看起来就是活脱脱的一个钢铁猛兽 看起来十分的凶悍 何况它还有真正的实力 近蝉斗就有18个 每个蝉斗都可以容纳6到7个成年人 而它的转轮直径更是达到了21.6米 它可以在一天内完成24万立方米物料的挖掘 时速可以达到2.2万立方米 这样高的效率即使是1万个人同时工作也是无法得到的 可以不夸张的说 就算前面有一座大山 也可以大显身手 一天内挖平 这么大的猛兽必须有5个人才能完成操作 不过它也有个小缺点 就是它的动作十分缓慢 时速只有0.6公里 这样的速度可以说比蜗牛也快不了多少 这个大家伙的造价高达1亿美元 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7亿 对于这样的大家伙 咱们中国也表示很服气 大家觉得我们国家应不应该也建造这么个超大挖掘机 和德国的BIGR288拼一拼呢 欢迎留言评论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记得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点击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